作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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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大哉问 然后之前工作人员就有问我说 蔡导盐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今年年会所有的朋友 还有就是台湾人们这样子 那那天我不晓得是肚子饿还是心情比较不好 我那天就有点冲 我就说好 我想到一个问题 我要问 为什么你 你可以这么冷漠 然后我一开口我就后悔了 因为我觉得太冲了 我觉得很没有礼貌 好歹今天会来参加这个年会的 大家已经是比较不冷漠的一群了 干嘛那么冲咧 然后大家 我们不要有冲突嘛 和以和为贵 一切都很好 没有事情 然后一想到这样 我又后悔了 因为 我又犯了我一个最大的问题 香怨 香怨得之贼也 大家就自己看啦 我其实都不太敢读 因为我每次读都觉得 孔子干嘛那么针对我 我其实坐拥这个 香怨借第一把交椅的这个身份 我今天就决定 不要这么香怨 我还是要勇敢地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冷漠 但是在问这个问题之前 我再往前推了一个步骤 我想要问大家的是 为什么我们不再问为什么 可能在座的各位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把这个原因 可能分成三大个区块 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到底跟冷漠 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类的朋友会觉得说 是有什么好问的吗 我好像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一切都很好不是吗 有一类的朋友 他有问题 可是他会觉得说 那真的可以问吗 问了会不会被怎样 会不会被人家断了财路 会不会怎样 什么之类的 开始担心这个问题 第三类的朋友 他有思考过 他也问了 可是他觉得 问了又能怎么样 反正社会世界还是不会改变 因此就造成了冷漠 所以 我用一个科学化一点的方式 往前推推推推推 推到第一个步骤 对于那些 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好问的朋友 我们来想一下 到底为什么他会连这个问题 想要发问都没有这个欲望呢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 我觉得我们非常欠缺 所谓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前一阵子 在脸书上面quote一句话 这是希腊哲学家 雅里斯多德的一句话 他说 避免批评最好的方法 就是什么话都不要说 什么事都不要做 什么样的人都不要成为 这句话是反话 大家读得出来吧 就是 不是我不是低估大家的智商 而是我前几天在大学演讲的时候 有一个女学生 她真的很单纯地问我说 老师你一直告诉我们要创新 我们要努力 可是雅里斯多德这样子讲欸 这样子 然后我就 我就说 同学 拜托你好不好 睁大你的眼睛 如果今天雅里斯多德 她还活在 她还活着 然后她今天也来参加TED的演讲的话 我猜她的语气应该会这样子 她应该是会说 OK 你想要避免批评是不是 哦好啊 那你就什么话都不要讲嘛 那你就什么事都不要做最好 你就什么样的人都不要成为 OK 这样你爽了吧 好不好 这样子 我觉得她的语气应该是这样 我就解释给大家听 总之 大家对这句话 现在是不是心中都有一点感觉 对不对 好 那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其实 这句话是我编的 好 请问大家 刚才在那一瞬间 知道这是我蔡普章本人讲的时候 这句话的价值在你心中 有没有从这里 到 这里 天啊 我本来说不要告诉我答案 但是你们的笑声已经告诉我答案了 是不是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 到底是因为它是谁讲的 然后大家都觉得好就好 还是你真的觉得 你真的有思考过 觉得这是你想要的东西 我之前做过一个很变态的实验 我常常有机会到处演讲 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我没办法忍受 就是 因为我很喜欢把很困难的事情讲得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能够简单学的东西 干嘛讲得很复杂 但是我发现 听我演讲的那些人呢 他慢慢地 我从他们的眼神中 读到一个讯息 只有一个 就是 哦 他是谐心 这样子 并不是说谐心有什么可耻的 而是我觉得说 有必要走到这个地步吗 于是我改变了一个策略 我就把 我所有的那些 简单化的东西 我再用一个很学术化的名词包装 例如说 我就会讲说 因为我教的是声音还有演说 我就说 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们 当我们使用我们的环状软骨 跟甲状软骨 它的位置在一个不同样的使用的时候 我们声带会造成长度拉扯等等 然后 我从 底下的这一群 聆听演讲的人的眼中 看到一股尊敬 油然而生 我看到那个尊敬的时候 我整个人心就凉了一半 我就觉得 好 我不想讲了 我觉得太可悲了吧 这样 事实上 我们真的只看事情的表面 我们很少在思考的 我 前两年很幸运 有机会在 欧洲旅居了一年半 那因为我个人很爱在脸书上打卡 所以我台湾的亲朋好友都知道 我去了哪里干嘛 什么之类的 那我不知道他们积怨已深 所以我回到台湾之后 他们就疯狂的 不断用脏话来问候我 这样 那我们今天是神圣的殿堂 所以我就 我们就用那个电视的那个嗶嗶声 来代替 就是他们看到我就说 欸 嗶咧 怎么都给你爽就好啦 我说 嗶咧 我们都只能做办公司 你只能嗶咧你 这样子 所以我就只能够接受 这种嗶嗶声的轰炸 到一天我才受不了 我就决定我要跟他们讲 各位亲爱的 亲爱的亲爱的看着我 OK 如果 如果今天 你可以接受 身为一个台湾男儿 在一个31岁的高龄 他人生中的存折 只有25171块 你也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是的 他们的反应就跟在座的大家一样 鸦雀无声 我猜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想过说 哦 原来这个选择的背后 好像有一些东西是 他认真想过 所以他才做了这个决定 我是刚刚甚至没有说 这是一个勇敢的选择 因为对我来说 不关勇敢 关于你有沒有想清楚而已 因为事实上对我来说 如果你愿意花你的下半辈子 努力地工作赚钱 坐在办公室里面 养老婆 养小孩 然后过余生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更勇敢的选择 所以 其实不关勇敢 关于你到底有没有想清楚 那为什么我们都只看表面呢 归纳出一个小小的段落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害怕思考 我们害怕痛苦的思考 过程 我们更害怕思考 让自己不舒服的结果 呃 我们真的很讲求速成啦 呃 但是其实过程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举例来说 我在莫斯科艺术军员上课的时候 我们有一堂课叫做杂技 然后这个杂技老师呢 就有一天就问我们一个问题 他说各位同学 倒立这个动作 在做这个动作的这个 整个完成他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倒立的这个行为的时候 到底是哪一个阶段 你觉得最好看 然后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但老师就继续侃侃儿谈 他就说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过程是最好看的 再做了各位想象一下 今天有一个表演者 从这边走出来 然后他站在大家面前打招呼 好 他要开始表演倒立 他慢慢地把上半身 傾斜下去 他找到他的头 手肘跟肩膀 三个平衡的地 这是一个平衡点 他慢慢地把上半身 慢慢地抬上去 你是跟他在一起呼吸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成功 然后他慢慢上去之后 还有点晃 没关系 总是很稳住了 他开始想要把右脚伸直 因为只能一次先伸一只脚 另外一次再慢慢地跟上来 然后等到他两脚快打直的时候 诶 好像又抖了一点点 紧张 然后后来他总算 啪 上去了 就是这整个过程 其实是最好看的 最精彩的 在座可能会有人想说 可是我觉得这样上去最好看啊 没错 你说到重点了 上去之后就是这样子 今天还能干嘛 就只能下来嘛 不然他能够干嘛 没什么好看的嘛 但是我们身为人 我们总是有一种 我们总是对于那种 对于自己的某一个目标 一个理想 他去奋斗他去努力 他去挣扎的那个东西 我们会跟他在一起的 这是人的天性 我觉得台湾很重视速成 因此而不重视过程 举例来说好了 我常常会接到一些 那个电话的邀约 他们就会跟我讲说 诶 蔡老师可不可以麻烦 就是来我们这个学校 去教我们一下 然后开这个 两个小时的这个声音工作坊 我们希望这个工作坊 就是可以到 大家都可以声音很精进 然后这样子 不好意思 然后我每次听到这种东西 我只能在电话旁边 就是翻白眼 然后但是 继续用我甜美的声音回答 他说 这位同学 或是这位同仁 你有没有考虑过 声音的这个训练 要用长远来看 我们必须用半年 一年 甚至我们可以规划一个课程 两三年来思考这件事情 很可惜这件事情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实现 因为大家实在是 太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看到一个最好的成果 那我觉得 所谓只看到事情的表面 这件事情 值得我们好好地在深思 我们再往下看 不只 我们不只害怕 这个思考的过程 我们害怕 思考上自己不舒服的结果 其实这个不舒服的东西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所谓的舒适圈嘛 大家都常常听到人家讲说 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圈 或干嘛干嘛什么的 我们在剧场里面有一个游戏 我们两个人一组 然后AB两个人 我们把A的眼睛蒙住 然后让B带他去探索整个教室 整个空间 或者是大自然等等的 然后你会发现 眼睛蒙住的时候 你其他的感官是无限放大的 例如说 你总算会去注意到说 诶 今天下雨了 下雨之后的味道是什么 请问在座的各位 你上一次注意到 下雨之后的味道是什么 是什么时候 你上一次踩在那个 下雨过后的那个柔软的草地上面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草地的柔软度吗 它会稍微地往下陷 这个感觉跟踩在地毯上面 跟踩在水泥地上面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东西 我们有多久 没有在回归事情的本质 用我们最本能的感官 去感受这些事情呢 然后你说 这件事情有很重要吗 嗯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举例来说 我们都有走在暗像的经验 对不对 就是一个人晚上走在暗像的经验 然后我们想一下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在背后跟踪你 你不用转头过去看 你甚至不用 听到什么声音 其实你会知道有人在跟踪你 恭喜你 因为你是动物 你知道 如果你再敏感一点的话 你甚至会知道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你完全不用看 我觉得这是上天赐给 我们身为一个人 身为一个动物 最美好的礼物 你可以自我防卫嘛 你够敏感 你就知道随时随地 发生什么状况 你可以做反应 再来就是 当你感官打开的时候 有很多新的事情 是可以不断地吸收的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就是一个 其实我本身也一个速成的受害者 因为我是在台湾长大 然后在台湾受教育 我记得我刚上大一的时候 我们戏剧系有两个表演老师 有一个表演老师 他就说了 写实表演 如果你今天在台上 你要演一个很写实的戏 例如说 你要在一个图书馆里面演戏 你就把书架搬来 你把书都搬过来 然后如果你在厨房的话 你就把那个村具厨具 全部都搬上来 你要真的感觉到 自己在台上 跟那些物件的互动 然后进而在台上 享受 体验 在台上写实生活的感觉 我另外一个北洋老师 他就说了 那你是没有想象力是不是 你今天要有一个门 你就真的要把一个门搬上来吗 你不会这样子 假装打开就好了吗 你今天一定要喝水 一定要真的拿一个瓶子吗 不用 你这样子喝不行吗 无食物练习不行吗 我那时候小大一头脑就爆炸了 因为我就觉得说 什么 我要答案 告诉我 告诉我一个答案 我要紧紧抓住他 然后这样我就安全了 我就知道什么是表演了 就这样子 可是后来接触到更多更多的表演 看了更多更多世界 不一样的媒体 或是什么样的东西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世界好大好大 如果我们把感官封闭住的话 我们完全没有那个空间 去吸收新的事情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的 我其实也蒙受这个 把感官封闭之苦 我今年六月的时候 去土耳其旅行 我本来都鼓励我的学生们 都跟他们说 大家要走出你的舒适圈 这样子 结果没有想到 我自己也掉入这个框框里面 因为在座的大家 因为土耳其 普遍大家英文说的不是很好 所以基本上就只能够用身体来沟通 然后呢 我记得我在土耳其的时候 我要去一个小城 叫做伊斯巴塔 北边的一个小湖 所以呢 我就东问问西问问 我好不容易上了一台巴士 然后我以为那台巴士 会带我到那个小湖 结果没有 那台巴士整整开了90分钟 又把我带回原地 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想说 逼勒 就是为什么这样子 那我好不容易 我花了那一大笔钱来这里 我一定要看到 那个美丽的小湖才可以 好 我就想说 好 没关系 OK 他不会说英文 没关系 我们就是笔手画脚 我们就是随便乱讲 我就把那个iPad拿给他看 我说 阿爸爸 阿爸爸 这样子 然后那个 土耳其人都非常好 然后那个司机看到我就说 阿爸爸 阿爸爸 然后就是叫我坐在巴士里面 我先去水 我想说奇怪 我刚刚已经跟着你那个 你旅游了这一个半小时 然后 你现在要我继续坐在车子里面 是什么意思 但没关系 好 OK 没关系 然后他开了30分钟 把我开到一个就是 鸟不生蛋的路边 他就说 阿爸爸 阿爸爸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心里就想说 有没有搞错 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是 荒芜一片 是真的要我下车 算了 今天真的有够逼的 好 我就下车 下车之后呢 那个司机 他就把车子停在那里 他就把那个车窗摇下来 他就看着我 他就跟我讲说 阿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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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他就是用这么大的一个力量跟我讲 然后我就想说 我是哪里得罪你了 我只是不会讲土耳其话而已 好不好 我那时候就咖断我所有的感觉 我想说 算了 我今天要再找一个 长了可能会讲英文的人 OK 然后我就随便找了一个人 Hey do you speak English 然后那个人也就 阿爸爸 也听不懂 然后我就觉得 今天真的是逼到底了这样子 没有想到这个时候 从我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阿爸爸 这样子 我转过来看 那个司机还没有开走 他就把他的巴士停在那里 然后他就走下车 他就隔着一个很宽的马路 对我喊说 阿爸爸 一半爸爸 爸爸 这样子 然后在那一瞬间 我整个脑中就是小宇宙大暴躁 就整个 啪啪啪啪 我就这样子回到一个 最原始的这个点 我想说 好冷静冷静 到底到底到底 到底剧场教了我什么事情 到底到底 我要怎么思考 OK 好 我现在想到一件事 好 例如说我们在讲话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假设今天我的 我的观众就只有 前面我们这五六排 好不好 那我可能跟大家沟通的方式 就会是这个样子 我用这样的一个气场 用这样的一个力道 跟大家聊天 因为差不多 但今天我要是知道 我们观众有到 后面那一大排的话 我的整个表达方式 势必会不一样嘛 我的气场 我的整个能量投射 都会跟着不一样 所以 刚才那个司机 当有一个人 他用生命在挥手的时候 他指的到底是什么 或许 有可能 那一台开往那个小湖的巴士 是不是就在这个 世界尽头的 尽头呢 这个念头一想 我说 OK 好 Got it 我就说好 然后我就继续往那个 完全鸟不生蛋的那个 世界尽头 我就勇敢地走 相信他 我大概走了15块20分钟 果然 在那个路的底端 贴着那个小湖的那台 迷你巴士的车子 就停在所有 一整排车子里面的 最后一排 的最后一台位置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 我真的是 蠢到一个极点 这么简单的事情 今天聊给大家听 大家可能以后会觉得说 对 很简单嘛 就一定是在很远的地方嘛 可是当你把自己的感官 封闭住之后 你会发现你什么事 都没有办法吸收进来 可是当你能够把感官打开 回归你最原始的 动物的本质的时候 其实事情很简单的 你才有办法看得清楚 事情最根本的真相 然后其实要解决问题 并没有那么困难 所以我觉得 我们唯有回归本质 我们才能够更透彻地 回到之前讲的 我们才能够更透彻地 独立思考 进而做出选择 然后发问 我们才有办法改变现况 我记得我在 伦敦念书的第一个学期 第一个礼拜 我念的是音乐剧 所以我们班上有一个 跳舞的女生 她个子很小 她就走到我老师旁边 她就用她很小的声音跟老师说 老师 因为我是学舞蹈的 然后我其实不太喜欢 不太常讲话 也没有常唱歌 那我这一年 我觉得会有点辛苦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的声音很小声 这样子 然后老师听到之后呢 他就说 好 同学你先坐下 然后就跟全班讲 他就说 各位同学 你们是不是曾经都有这样的经验 飞机上面 你知道 飞机上面你最怕的就是 你不是怕坐在那个 坐下来 那个肉会挤到你旁边的那一种 就是怕婴儿嘛 大概就这两种东西 你比较害怕嘛 所以 婴儿大家都知道 巴士上 火车上面 就是哇塞 这个吵起来真的是要人命 真的是觉得 希望说拜托 不要听到这个声音 如果在座的各位 都有这个经验的话 回想一下 我们曾经都是那个怪物 我们曾经都是那个 可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的那个妖怪 我们曾经都是可以把整辆 交通工具上的人 炒到跪地求饶的那一个动物 如果我们曾经都是的话 那那个东西是你生来就会的啊 我们天生生下来就会 你只是忘记了 你只是因为后来可能教育的关系 家庭的束缚 性别的什么规范等等 你忘记了 可是那东西是你本来 本来就有的 别人怎么抢都抢不走的 我们天生生下来就有这个发声的权利 我们天生生下来就有说话的力量 我们天生生下来就有提问的权利 所以 当我们 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停止提问 因为我觉得我们提问的时候 那些制造问题的人 那些制造那些不公不义的人 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说 反正也没有人在乎 反正也没有人在乎 今天的最后 大家都可以想得到 我们 当然也要继续发问 我们要继续撑起雨伞 我们要继续彩虹围城 我们要继续继续的发问 Never Never stop asking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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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